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,忠诚的榜样,关于他七情梦霍的故事,那也是为人熟知。 这件事情就像他溜出奇山一样的神奇,为了稳定南方,不惜耗费更多的国力,也要让梦霍心服口服。 那么,能够让诸葛亮这么费尽心思的梦霍,其是一般人物。 梦霍不仅是一员猛将,他还是部落首领,那么他在归降诸葛亮后,怎么不为诸葛亮的北伐大业出人出力呢? 更奇怪的是,从曹魏在发动灭蜀之战,到蜀汉灭亡,梦霍都没有踪影。 后主在国家威王的时候,怎么也不派梦霍出马呢?是派不动还是怎么回事? 一,梦霍确实被诸葛亮收服。 三国演义中,关于诸葛亮七情梦霍虽然存在水分,但是关于诸葛亮收服梦霍的事情,的的确确是真实存在的。 刘备去世后,南中的雍凯选择了背叛蜀汉,偷靠东吴,并且还煽动了梦霍等部,跟着他一起干。 当时诸葛亮本着让外必先安内的原则,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整合了内部权力,然后他亲自带着军队,征讨雍凯和梦霍等部。 期间,他发现孟霍在南中驻步的威望很高,就在平定动乱之后宽恕了孟霍的罪行,并且以礼相待,甚至委任孟霍为蜀汉的御史忠诚。 要知道,御史忠诚这个官职可不低,在汉朝官职中是属于金字塔高端的官职。 西汉的时候,御史忠诚还得归御史大夫馆,后来御史大夫这个岗位被废除后,御史忠诚就成为了阎官之首。 当然,诸葛亮要想让孟霍和南中驻步真心实意地跟着蜀汉混,一般的官职肯定也是拿不出手的。 诸葛亮此举甚是高明,既收获了一名人才,又稳定了南中驻步的明星。 二,进取有威,自保无语。 自从刘备东征失败之后,蜀汉的国力可以说是为蜀三国中最差的一个。 然而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姜维,他们为了以公为首,不断地向草卫发动北伐。 我们都知道,打仗是需要钱两的,蜀汉国力本来就不行,那么这些钱两从哪里来? 作为蜀汉治下的南中,肯定是需要出一部分的,而且随着战争的加剧,我们可以想象南中的压力肯定也是越来越大。 当南中驻步的百姓们看不到好转的希望时,不可避免地会对蜀汉失去信心,虽然不反,但是也别想他们有多么顺从。 所以当曹魏对蜀汉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,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一步变,迎万变。 对于处在边远地区的南中驻步来说,就算蜀汉被曹魏灭了,他们无非就是换个旗帜的事情,曹魏也不会拿他们怎么样。 因为按照中原王朝一直以来的传统,也就是给各部落的首领封上一番,然后给威望比较高的首领授予官职,只要保证这些部落不搞事情就行。 换言之,如果南中驻步一门心思跟着蜀汉和曹魏死磕,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。 毕竟蜀汉和曹魏之间的实力悬殊太大了,而且南中驻步的人口和经济都会被消耗,甚至还会引起曹魏大军的仇视之心,造成毁灭性的结果。 由此,只要南中驻步问着不动,自保是不会有问题的,但是如果轻动,那么将面对极大的生存风险。 3.扶不起的阿斗 蜀汉后期其实还有一位被遗忘的大才,他是蜀汉名将霍郡的儿子霍裔,他的军事才能很有可能比姜维还强,因为他后来在给司马师效力的期间,竟然平定了交职等三个部郡,并因此封侯。 3.当霍裔得知曹魏的邓爱军,可能要偷袭成都之时,立马向后主提出让他率军回员成都的建议,可惜未被采纳,不然曹魏肯定不会那么容易,就能拿下蜀汉。 4.霍裔当时可是担任着安南将军的职务,并且还统领着南中驻武军,如果后主同意他出兵的话,那么他肯定会从南中各部抽调军队赶赴成都,以他在南中的声望来说,也是很容易就办到的事情。 霍裔早前本来是在成都任职,后来永昌地区发生动乱,他在后主的寿命下,只用了很少的时间就实现了情贼先秦王,进而平定了动乱。 他在此战中的表现,既让后主庆幸所托飞人,也让南中逐步见识到了他的厉害。 后主担心蜀汉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,就把他一直留在了南边,并且逐步加重他的权力。 那么为何后主不让他回员成都呢? 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后主的性格,后主在面对邓爱军时,有些躊躇不定,拼死一战吧,他也没有这样的勇气,难逃吧,感觉又不是时候。 但是很关键的一点,如果难逃的话,那么霍裔就不能轻动,因为一旦霍裔离开了,南边很有可能就不是那么安稳了。 4.孟霍的年龄 据史料所在,孟霍是在公元225年的时候被诸葛亮收服的,然后曹魏对蜀汉发动灭国之战的时间是在公元263年。 这中间已经过了38年的时间,在古代那种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,38年,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了。 孟霍在归降蜀汉的时候,担任着部落首领,再加上他在南中驻步中的威望,他当时的年龄应该不会太小,如果当时是30岁的话,那么他得有68岁,如果是40岁的话,他就得有78岁。 无论是68岁还是78岁,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都是高龄,是远远高于人们平均寿命的,由此他是极有可能在此之前就去世了, 就算他没有去世,他会拿自己族人的性命去换蜀汉的一线生机吗? 他对蜀汉的忠诚度会有这么高吗?显然不会,如果他对蜀汉的忠诚度足够高的话,那么诸葛亮北伐的时候,一定会带上他和他的族人,他也不会在蜀汉后半段没有存在感。 综上所述,孟霍虽然被诸葛亮收服了,但是他和他的族人毕竟是早已习惯了清汉以来的机密统治方式, 很难说对蜀汉有什么忠诚度,而且忠诚是和生活状况挂钩的。蜀汉连年战争,南中驻步的日子并不好过,不然也不会有,或以平永昌之乱的事情了。 且不说孟霍可能在曹卫发动灭蜀之战前就去世了,就算他还活着,没有了诸葛亮的蜀汉,他又能下多大决心去为蜀汉做殊死一搏。 南中驻步没有蜀汉,一样可以生存,而且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,但是一旦孤注一掷的话,很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退一步说,当时南方的形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南方本来就不是统一的民族,南满之间有很多个部落组成,部落之间也只是简单的盟约关系。 因此他们不是统一的部落联盟,孟霍即便是想去营救,也要争取其他部落首领的同意,但部落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,都不愿意出兵,这样援军也就迟迟不能集结。 其次,南满的作战能力不行,最主要是武器配备,极度落后,南满生产力落后,而且他们不像北方的游牧民族,身强体贱,每个部落之间兵力也不是很多。 他们大多还生活在奴隶社会,甚至是原始社会,武器也就是简单的长矛和藤甲,以及弓箭等,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,南满都是战斗力低下,南满对曹魏大规模进攻,估计也会被吓破胆的。 最主要的是,他们只想好好生活,不去闹事,远住一个濒临灭亡的蜀国就会得罪魏国,如果魏国取胜,南满们的结局可想而知啊,因此南满并不想当蜀国灭的牺牲品。 最后,蜀国灭亡太快,南满没有机会营救,司马昭伐蜀,两江维与中会在间隔决战,两军相持不下,战争进入胶着状态,南满即使要营救也不会那么快。 谁也没有想到,邓爱偷渡殷平,濒临长安,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流产居然不战而降了。 从蜀国灭亡的如此之快,流产投降,江维还在血战,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。 南满泛王部落是由两路人马前去援助的,只是还没到达成都,蜀国就灭亡了。